跑动台北没有借口 蓄日东升 无惧天气预报13度的低温 2023台北马拉松将在12月17号 早上6点半冥箱起跑 从天空俯瞰而下 跑者迈开步伐 从台北市政府出发 跨过半个台北市 最后回到台北田径场 这不仅是跑者的年度盛事 更是透过双脚感受台北的精彩旅程 城市马拉松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希望能够展现城市里面 最佳的一个风景线 我想起跑点的市府的101 一路到四个城门 到我们的自由广场 提供最好最佳的服务 让跑者能够享受这个赛道 我们希望把台北市最好的一面 可以提供给跑者 让他们除了用双脚 来认识我们台北市以外 也希望把这个城市的观光 带给来参加的国内外的选手 超过30年历史的台北马拉松 是台湾第一个城市马拉松 吸引国内外顶尖好手参赛 28000个名额老早就额满 去年获得男女冠军的外国选手 前来寻求未免 富邦金控还加码 破国内纪录奖金33万元 希望鼓励国内选手突破极限 冲上终点 今年台北马拉松也首度 在正式赛事前一天 举办欢乐早餐跑三公里赛事 鼓励民众扶老稀幼共相胜举 体验国际赛事的氛围 明天我也会带一个神秘小嘉宾 陪我一起跑一起开跑 所以我们希望让孩子从小接触到路跑 感受到跑步的乐趣跟他的魅力 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同同乐 伟大的城市都有一场知名的马拉松 台北马拉松是全球第一个 货班探足迹盘查认证的赛事 朝着永续与环保迈进 致力成为绿色城市马拉松 今年顶级赞助单位富邦金控 跟转播单位MomoTV合作 免费为每一位全马的玩赛跑者 提供专属的冲线纪念影片 并且为跑者种下一棵树 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继去年我们制作的这个冲线影片 受到好评之后 我们今年当然也会为全马的跑者 准备这个荣耀时刻的冲线影片 那这次的优化的部分 我们这次有两台机器 所以希望说可以捕捉 这个跑者的荣誉的瞬间 那也希望跑者在进到跑场的时候 也可以做好自己最帅的姿势 那另外在这个冲线影片的部分的话 也会有它的成绩在上面 是会非常值得留念的 挥洒汗水奔向绿色 成功征服全马的跑友们 赛后记得上Round for Green 跑一步永续多一步的网站 或打开成绩证明 E-mail里的连结 领取您专属的冲线纪念影片 那到时候在这个马拉松的现场的部分 我们也会有很特别的 这个玩赛的拍照墙 那我们这次呢 特别是利用动态的拍照墙 希望可以为跑者留下 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时刻 12月17号一起跑动台北 MomoTV以及MomoSports官方YouTube频道 也会从早上6点开始带来现场直播 极爱路跑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别错过咯